海巡署台中集洞茶器队去年在彰化和美茶货大陆走私香菇火腿总从超过22吨减调侦查发现55岁弹性公司负责人与集团成员以货柜调包方式将以放行的合法货贴条换贴到走私货柜上让管制的香菇与火腿货柜顺利闯关 台中检方今天依承治走私条例起诉谭姓男子以及债货的业姓男子 台中检方接货献报谭姓男子与集团成员分工去年4月间先从大陆转由香港进口40尺的货柜内装合法的白莫尔干货并向台中关头单申报进口该货柜 5月3日货柜经台中关放行后堆存在中国货柜及散地随后又以相同方式进口另一个货柜 虽同样申报货物为白木尔实际上却满载列为管制物品的香菇及火腿成员趁机在货柜厂中调包货柜号码 让人误以为合格随时能再运出关 两货柜去年5月9日分别从台中港拉出其中装载香菇及火腿运到汉美镇某飞气工厂 另有四部小货车前往取货准备运往桃园嘉义麻豆及高雄等交流到叶姓男子则在汉美准备再送火腿香菇时被当场查货 检方指出为了保护台湾菇农以及食品安全 大陆地区香菇火腿进市尽止输入的管制进口物品 谭信负责人便称自己是指示人头 收了5万元现金 叶姓男子则称是受谭委托运货有报酬3万元 海巡署台中机动查器队去年在彰化汉美茶或大陆走私香菇火腿 台中检方新起诉两人记者林静佳摄影分享